哎你这个店关门了啊 你都都把它贴起来了 我还想吃完面 哎呀没必要没必要 这么快就转让了吗 我现在教你一招把你这个店救活 哎有时间 如果没有用你觉得没有用 我直接转了下这个店 你说转让费多少钱 五万块钱 这么便宜啊 行没问题啊 你看啊 我们要解决流量的问题对吗 你现在用我的第一招 第一招就是搞流量的 你在这里打个广告 你说哎这个附近小区三公里的小区 凭广州的居住证或者广州的身份证 都可以来免费吃一碗面 免费吃 对 那我还做不做餐 你反正就关门了 我跟你说自地死地而后生 免费吃吃的不是一大碗面 是一小碗面 午餐面 成本大概不能超过五毛钱的这种 你见了吗 或者不能超过一块钱 那吃了这碗小面 那么OK 吃不吃的饱啊 肯定吃不饱 吃不饱那OK啊 没问题啊 直接加一碗 百分之五十的人会加一碗 大碗的 店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卤菜啊 乳蛋啊是吧 还鸡腿啊 这些都可以吧 那流量来了之后 是不是很多人会看到有围观效应吗 哇 这个店怎么这么忙 对吧 还真是 如果你实在忙不过来 就每天限十碗就行了 早来早吃 这个叫做营销还是要做的呀 营销动作 四键营销 明白吗 明白 所以第一步流量来了 第二步怎么把流量接住 但凡有广州身份证或者居住证的人 可以花19块9 搬一张会员卡 他们会办吗 应该不会办 应该不会办 为什么 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肯定会办好吧 但凡办了19块9的会员的 第一个 他可以拿100瓶汽水 100个卤蛋 那我不亏死了 你这样想就 我跟你讲 你就是差价逻辑 你要模式逻辑 100瓶汽水跟100个卤蛋 它是怎么样的 不是一次性给他的 它是分天给他的 每次来只能喝一瓶汽水跟一个卤蛋 并且要有滴销10块钱 才能拿 明白吗 那会不会有人办 这个会 这个会是吧 那OK了 刘克是不是留下来了 是 那我们解决刘克的问题 刘克留下来之后 你要解决利润的问题 利润从哪里来 你看他不可能过来 吃碗面 搞个卤蛋 你店里面就这个产品吗 不会 还有很多 还有什么炒菜 是吧 你还有包厢的 我记得 对吧 我还吃过呢 这些都是利润品 刚才那个叫流量品 一定要有流量品 而且一定不能赚钱 明白吗 甚至要亏钱也要 否则的话 大家都一样 为什么要来你店里面 所以你才会转让 对吧 还有一招叫裂变 比如说 来你这里的人 一定是有群组的 群组爸爸 群组阿姨 小区的群组 肯定是有吧 有有 你告诉这个群组 你说但凡在你这个群里面 卖掉了19块9的会员 我全部给你 卖一张 你就拿19块9走 我来服务 这一招就更厉害了 全部都是人 明白吗 这个高 这个高 有低消的 就跟去酒吧有低消了 拿着会员来的 要吃卤蛋跟汽水的 一定是低消10块钱 但是他们会有动力 给你带来更多的顾客 而且都是附近小区的 是啊 所以你这个引流解决了 刘客解决了 复购也解决了 是吧 变变也解决了 你说 你还 是吧 不关了 不关了 发行 Für or 估议 解工 是